对车来说各个方面的配置很重要 可是也有个地方特别重要 那就是车的轮胎 如果车没有轮胎车怎么走呢 而且如果要是车的轮胎有问题 也会威胁乘坐者的安全 此外熟悉车的人都知道 车的轮胎上面会有两个点 一个是空心黄色 一个是实现红色的 那么这两个点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 轮胎空心黄色的点所在的位置 是轮胎最重的地方 而实现红色点所在位置 是轮胎刚性最强的地方 而且正常情况下来说 厂商安装轮胎的时候 应该把黄色点对着轮骨上的气门嘴 因为轮骨是整体生产出来的 那么各个位置重量就是一样的 但是由于要加气门嘴 那么气门嘴的重量 就会聚集在轮骨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重量就会比其他地方重 而且车的轮胎是由气门嘴 轮骨和轮胎三个五分组成 安装的时候就必须要把轮骨最重的点 对准轮胎最新的点 这样才能够让它们保持平衡 如果安装的位置有问题 动平衡块的数量和重量就会增加 相反的 如果位置对了 动平衡块的数量和重量少 就能够准确地找到动平衡 所以如果发现 自己这辆黄点安装位置不对 那么轮胎安装是有问题的 一定要多多注意这方面 保证自己驾驶安全